今天是慈悲的七聚之大佛母 准提菩萨的圣诞日 我们在线上 在空中聚会 就是来庆赞准提佛母的圣诞 这一段日子以来 因为我们来传授了准提咒的简修仪轨 在线上有很多的法友善心大德 都有认真的来修持 今天也要一起将这功德汇聚起来 在共修的最后 做总回向 这尊菩萨非常的重要 准提菩萨 这准提有清净的意思 那这准提菩萨又称为准提观音 因为它是观音菩萨 所视线来救度 人道的有情众生的一个总极化现 由所谓的六观音之说 六观音就是度六道的有情 那度人道的有情 就是准提观音 又称为七聚之佛母 这七聚之佛母呢 七聚之 七百亿的意思 七百亿什么呢 七百亿的诸佛共同所宣说赞叹 宣说准提咒的不可思议功德 也赞叹准提菩萨的历生事业 那所以准提菩萨非常的重要 在这末法时代 他是显密共尊的大菩萨 在禅宗呢 就称之为天人丈夫观音 所以尤其在中华大帝 所有佛教徒的心目中 准提菩萨他是感应最强 对信仰 敬信 跟随准提菩萨的修持法门 准提菩萨的立身脚步的人 他的感应是无所不在的 也就是说 我相信这段时间 大家有修着准提咒的检修法 你就会有很多的感应 几乎共同的感应 共同的觉受是什么 就是很多事情 他是吉祥无碍顺利成就的 也就是俗话讲的心想事成的 所以能够在末法时期 特别现在 全球还有疫情的影响 多持诵准提咒来回向 对自己对一切的众生 有莫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同修应该常常念诵准提咒 在我们观音山大悲法藏的澎湖道场 是准提佛愿 最近准提佛愿 永久到场的建设用地了 在上个星期 已经举办了 庄严隆重的 动图大典 邀请到市长 议长 各级长官 社会贤达 共襄圣举 参与圣会 非常吉祥的缘起 准提佛愿的新的地址呢 它是不是在偏乡 它是在靠近市区的合法建筑用地 所以一切的建设很快都会完成 希望大家共同发这个心 这个圣业能够早日顺利地圆满成就起来 让澎湖 这个美丽的岛屿呢 由殊胜的教法 弘传三圣佛法的道场呢 能够永久常住 那我们第二阶段呢 要来修这个准提菩萨的 检修仪轨 我在这里了 跟大家略微讲解一下 那这准提菩萨呢 它视线 十八只手臂 这十八只手臂啊 有的解手印 有的持宝剑 有的难念珠 或者握持金刚柱啊 那这些 我们佛弟子见到 准提菩萨 如果你对这个 菩萨的这个照相 手致 或他视线的种种形象 平常没有加强去考究的话 常常会把它看成 牵手牵眼 观世印菩萨 为什么 手很多啊 那所以 它还是有所不同的 最主要呢 准提菩萨的特征 十八只手臂 在心间的两只主要的手臂呢 它是结准提印 所以这就很好区别了 修持 准提菩萨的心咒 就是准提神咒 它有基本的修持法 所谓的准提三持 第一啊 叫做静持 宝静的静 这个静啊 就是准提静 如果你有供养准提静 每天早或晚啊 对着 这个准提静了 来修持它的咒语 还有检修法 修完了以后 再把这个宝静啊 用一个 干净的锦囊 把它包起来 佩戴在身呢 这样啦 不但我们的道业 能够累积相续 也可以 把准提静了 随身 佩戴 而得到加持护佑 这是第一个静持 你有一个准提静 不用很大 大了不好戴 随时可以对着准提静 来修持 第二叫做定持 定持 就是结一个心的坛城 自心的坛城 心就是一个坛城 就是你在任何的地方 当然是要 安稳洁净的地方比较好 但是这有的时候 人生在世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有的时候在公车上 有的时候在嘈杂的地方 但是你只要把你的心 当作一个清净的坛城 静下来 一心不乱地 来修持 准提法门 念准提佛母的心咒 这叫定持 就是把你的心定下来 第三个方法 叫做散持 散持 就是叫做 截硬坛城 手硬坛城 就是你的手 截起 准提硬 但是 口念 准提咒 再加上一个 我们的心 要意念 本尊 准提菩萨 我们的身与意 三密 达到相应 这念的时候 截手硬在念 要把心稳定下来 如果念错了 那就是 重做就可以了 有这所谓的准提三词 就是三种 念诵 准提神咒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知道的 念准提咒 也可以配合 密教中 五种持诵法 第一种叫做 于且持诵 就是我们要想 在空性之中 就是有一个月轮显现 这个月轮 它就是上面有准提咒 以右旋排列旋转 用这样来观想 第二 就是观想 由梵字 真言 这个叫 初日 习直送 所谓的 习出 自出 习入 自入 自自 朗然 如灌明珠 不得间断 主要就是你在念这个 咒语的时候 你要观想 自己的气息 呼气的时候 这个 梵字真言 准提镜 上面都有梵字 还有我们跟大家 结缘的这个小册子 上面也有梵字 观想这个梵字 所以你的气息 气息出 这个梵字 就是 出 往外的方向 我们的气息入 这个梵字 就往内的方向 第三个方法 就是金刚持送 金刚持送 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的唇齿 不动 舌头也没有顶着 上额 但是呢 是很清楚的 在持送 咒语 也就是说 我们的口中 是没有张开 他口中舌头 就是低声的 在念诵的咒语 叫金刚持送 第四 叫做 微声 持送 就是你念 这个咒语 声音不大 就是自己 能够听到 不缓 不急 自自分明 为原则 第五 叫做 高声 持送 高声 持送 就是要有一个 我们修 所有的密法 都必须有的 正确的动机 就是要发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的 如母有情众生 希望大家得到 利益安乐 最后能够成就 无上佛道 发这样的菩提心 高声 持送 令一切的人 鬼神 畜生 等有情 都能听闻 这会生出 种种的 善法 然后来熄灭 种种的恶法 也就是这个准提咒 在必要的时候 是可以大声念诵的 就是说你觉得 有这个魔障 或者地方不清静 身心不安 受到干扰 是可以大声来持送的 那这个准提菩萨的真言呢 他实现的因缘 在七句之 佛母所说的准提 托罗尼经中 他有记载 佛陀 因为敏念 未来 保护 恶业众生的缘故 入 准提 三摩地 而说此 过去 七句之佛 所说的 托罗尼 根据佛说 大圣 庄严保王经记载 七十七 句之 诸佛如来 在六字大明咒的 因缘之下 同时视线 共同宣说 准提神咒 因为这个咒语 所献起的根源为词 所以准提菩萨 也可以说是 七十七句之 诸佛 共同加持的化身 七十七 七十七句之诸佛 共同加持的 功德 智慧的总集 所以这个准提咒 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个曾经 这是 在多年前 有一个 学生 参加在大学联考的时候 那这个学生 他并不是一位 很精勤的佛教徒 但是他的父亲 是一位 已经归佛门 数十年的居士 这个学生 他考场 常常失利 也就是说 他已经是重考了 为什么重考呢 他只要是有考试 特别是像大学联考 这种重要的考试 就会忽然肚子痛 或者是发烧 脑袋一片空白 那考试的成绩 自然就不理想 或者是要准备考试 前几天 忽然就有很多的 大小病痛 那他的父亲呢 就看他的儿子 已经重考了 就跟他说 你现在开始 听父亲的话 要念准提咒 特别你入了考场 要开始 写这个试题之前 在座位上就静坐 开始观想准提菩萨 念诵准提神咒 这个做儿子的 就听他父亲的话 在考试的时候 他的位置在窗户旁边 他就开始念准提咒 闭目 稍微眼睛闭起来 心里定下来 就开始持咒了 这窗户外面 是一个小斜坡 斜坡外面 这个学校的 或者修剪花木的工人 在那边整理草皮 他念完准提咒以后 这个学生 在写这个试题很顺利 然后一直到 这个休息的时间 他走到走廊上 那个工人竟然追过来 追过来拦住他 说这个年轻人 你有法 他用台语讲的 笑点 你无法 这样跟他讲 说你有法 那个年轻人吓一跳 我不认识你 你怎么跑过来 跟我说你有法 你不是在那边 整理草皮吗 再绕一圈 到走廊来拦住他 他说我有什么法 他说你刚才在那边 要考试的时候 在那边静坐 你头上有一只 很多手 看起来金光闪闪的菩萨 有一尊 放光在照你 这学生才知道 准提神咒的感应 如此不可思议 那年他就考取了 理想中的学府 诸如此类的这些感应 很多的殊胜 不生美举 这也是有很多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人 他念这个准提菩萨 就是奉为 至为重要的本尊 在这东南亚许多国家 他供奉准提菩萨 原因就是 他们认为准提菩萨 是招感 裁员 特别灵硬的菩萨 认为准提菩萨 十八支手的视线 每一手都给他 招来各种的裁员管道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店家 甚至是餐厅 都供奉准提菩萨 原因就在这里 确实他们也得到相当的感应 所以越供准提菩萨 由于感应很多 也就一发的恭敬 甚至一传 传了好几代的都有 准提神咒 它的殊胜之处 有三种不同于咒 一准提咒 总含一切诸真言故 一切的真言 不能含准提 如同大海能设百川 百川不设大海 也就是准提咒 它能含色一切真言咒语的功德 但是一切真言咒语 它不能含色准提咒 它就是这么样的威圣 第二 准提谈法 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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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顾 就是这节 准提菩萨的谈成 要来修法 任何人都很容易承办 我们很多人 要修很多的本尊 都很殊胜 但是有的本尊 它在结社坛成的时候 是有很多传承的这种规矩 比如说要点灯 点灯 这个灯在经文或仪轨上 还规定这个灯 要像轮子这么大 或者要做这种 千贡的坛成 供灯要供一千 供果 供食子要供一千 等等的 很多人听到这样 他就想到他现在可能暂时 还没有办法做 可能以后再来修 准体法门不同 人人都容易承办 你只要一个新的镜子 当然现在 做这个法器的厂商 他都有做好现成的准体镜 非常的精美 有直径七八公分的 也有直径两三公分的 小小甚至随身佩戴的都有 所以很好携带 如果你没有这个因缘 去请这样的佛教文物 或这样的法器 你自己找一个新的小镜子 没有用过 就是说那个镜子是干净买了 你没有拿来化妆 做其他用途的 如果有这样就不合适 对这个准体菩萨是不恭敬的 要全新的 新的镜子拿来 作为这个 劫谈 修法 这样的法器 这样的谈成 其他的教法呢 你要备办谈成 要找洁净的地方 或者这个场地 要撒少干净 香泥铺地 这个地上 还要撒花瓣 还要喷这个谈香水 等等的 常规各有不同 还要广照佛像 多用工具方能成就 这虽然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修福 供养 这是好事 有的人他能力就是不及 所以修准体法 就没有这些问题 第三呢 准体法门 他不会简责染静 都能送持 出家人 在家人 都能修 都得到感应 饮酒 吃肉的人 有夫妻关系的人 夫妻关系 这里讲的是 饮欲式的人 有喝酒的 有吃肉的 有饮欲式的人 都能够持送 为什么呢 因为现世 俗流之辈 代妻 邪子 饮酒淡肉 视为常业 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出家 很多人没有办法舍弃 暂时没办法舍弃淫欲 很多人没有办法 不吃肉 不喝酒 当然能够借酒 借吃荤食 那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事情 早晚还是要做 那现在没办法 遇到善知事 劝他 习性也不容易改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 大不可思议的教法 来救度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人 他什么时候 才得出生死呢 所以准提咒 不同于咒 需要持戒 方得送习 准提咒 你没有持戒 也可以修的 就有这么大的感应 《大教王经》 他有讲 七句之如来三身战 说准提菩萨真言 能度一切 贤胜 若人持送 一切所求 惜得成就 不久正得 大准提果 是之准提真言 密藏之宗 最为第一 是真言之母 神咒之王也 一切的贤胜 具有这样的德本的人 平常都没有造什么大恶业 都行众善 修心养性 培养道德的人 他如果来持准提咒 一切所求 惜得成就 你很快就会有感应 所求 毕果 就是必定 能够得到埋怨 而且怎么样呢 在大教王经讲 不久正得 大准提果 不用 旷节 久远的时间 很快 你就能 正得 准提 佛母 共息地的 国位 所以准提真言 在密藏之中 最为第一 是所有 真言之母 神咒之王 这个咒语非常殊胜 而且啊 就是顿根的人 力根的人 都能受持 初修老参 均得利益 所以 我们才 就是来 大力地来宣扬准提法门 原因就是在这 据七句之佛母 准提 大陀罗尼经的记载 诵准提 咒 陀罗尼 能得到光明 处照 就念这个咒语啊 陀罗尼就是神咒的意思 咒语的意思 我们能得到 准提佛母的光明 处照 所有罪障 尽皆消灭 就你可以消业障的 学佛修行的人呢 常常说 觉得自己罪业 深重 怎么消业障 怎么样可以显发智慧 怎么样啊 这个让身上的病苦啦 磨难啦 能够减轻或消除 这个准提咒就会消业障 而且是一切的罪障 都能消灭 它又是严寿的法门 还可以寿命延长 有的人 寿命啊 生命力不强 甚至常常啊 体弱多病 或者是大小病痛缠身 可以得到寿命延长 气力充沛 原神光彩啊 这个准提的法门 就是这么殊胜 而且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 持照就可以增长福德 因为准提佛母 他的福德 是圆满 究竟的 我们得到准提佛母的放光 加倍 自己也可以得到福德充满 智慧 增进 快速开闲 而且修准提神咒 可以得到诸佛的庇护 生生世世 远离诸恶去 有的人 他世缘未尽 他下辈子还会来到 人世间的轮回 生生世世 你都能得到 诸佛的护佑 持准提咒的这样的功德 有的人是发 慈悲心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还有重回娑婆世间 重回娑婆世间 你要带着资粮 带着修正来 对不对 你不是糊涂生死的 随夜流转又来了 有的来了以后 光看病 光谈恋爱 光上班工作 光带小孩 你什么事都没做 光忙俗事 你也没有来弘法 也没立生 对自己的道业也不专严 这个修正也没提神 好像这一辈子来 胡闹一场 白来了 迷迷糊糊 也要回去 是应该持准提神咒 得到诸佛的庇佑 而且生生世世 也远离诸恶去 我们在寻菩萨道 有的就来这世间很多次 你就像要有一个保险一样 你如果持准提神咒 它就让你远离恶道的轮回 你来这个重回世界 一个不小心跑到三恶道去 那真的是麻烦 所以持准提神咒 可以有这样的护佑的保障 远离诸恶去 而且迅速证得 无上菩提佛果 在菩提道 要能够取证的人 快速证得的法门之一 就是准提法门 七句之 佛母心大准提 托罗尼法 有记载 准提咒印 能够灭除 十恶五逆 一切重罪 成就一切白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修准提法门 结印 持咒 这样的 三密相应的功德力 连十恶罪 我们这个身体 有这个杀到淫 语言 有妄言 其语 恶口 两舌 我们的意念 有贪嗔痴 加起来 就是十恶业 这十恶业 有的造了一个恶业 就要去恶道轮回 要受报 更何况是犯的 这个十恶业 或者是五逆重罪 哪五逆呢 杀父亲 杀母亲 再来是杀 已经成就的阿罗汉 再来是出佛身学 佛身是如此的尊贵 但是你把佛身毁伤 让他的血都出来了 这个罪当然是不可思议的重罪 最后一个叫做破和和僧 就是这个僧团 僧伦 他们是修六合境 功德 功德是很殊胜 不可思议的 僧团是住持佛法 常传后世的根基 僧团的人 有离遇出家 受居足界 三律一界 的出家人 或者是 佛门的七众弟子 所居住的地方 常住的地方 可是你却去颠覆 破坏他们的和和 妨碍 僧团的 如法运行 你看看你造这个业多大 这个都要下五件地狱的 所以这个五逆重罪 犯一条 就要下五件地狱了 那犯了五条 大概就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但是这些十恶五逆 包括其他一切重罪 你只要持准提咒印 都能消除 你修准提法门 结印持咒 三密相依的功德力 这些都能消除 所以他能够忏悔 净化恶业的 而且他还成就一切白法 成就一切白法是什么呢 白法就是白业 善业 我们讲的功德 善事 福德 都算白法 实戒也是白法 今天我想要去放生 得到这个放生的功德 救赎勿命的功德 这就是白法 今天我想要见寺 见道场 这也是白法 今天想要供养出家人 这也是白法 这里讲这句话 成就一切白法 很多人 他要做一个善事 做不起来 那当然是 可能就是 有很多原因 要么就是愿力 不足 过去生乃至今生 发这个善愿 愿力不足 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 不能带着傲慢心 觉得这个事 我一定能做起来 结果常常因此 而丧失了良机 没有办法成就功德 做任何大小善事 都要全心全意 全力以赴 专注 专注 严肃地来看待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 这白法很多成就不起来 比如说 你看有多少人 设个联络处 自己跟室友 来跟邻居 拜佛 学佛 亲朋还有来这里 用餐 喝茶 这不是很容易 很欢喜的事吗 在自家的客厅 把它改成佛堂 那就好了 很多人就做不到 你这辈子的福德 连一个小联络处 家庭佛堂 都设不起来 你看看 有的要设道场 道场 要设的时候 又有魔饶 又是障碍 又是生病 又是人事有问题 这白法成就不起来 过去生 今生 善愿 可能发得不够 再来 就是有罪业 自己有罪业 没有这样的福德 来成就 这样的一个圣事 或者 动机 是不清净的 一般人要看到 自己动机 清净 不是很容易看到的 除非都是 常年的修行 或者有善知识的指导 我们这个动机 要去做这个 饶意有情 利益众生的事 它有没有掺杂 其他的不净的念头 在其中 不净的因素 在其中 不清净的期待 在其中 这都很重要 所以 你想要 有的人 他是想 成就功德 有的人 他想成就 自己的道业 也就是说 他想做一个僧人 俱戒 如法 清净 具有慈悲心 能够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的僧人 他老出不了家 有的不要说出不了家 他连出家的勇气 都拿不出来 如果说 银行上班 你一辈子 就是待在金融界了 你再当医生 一辈子 就在当医生了 人家做油菜 一辈子当油菜 刚到退伍 退休好了 就是这样 你好像要发心 成就自己的道业 没办法 那你不要讲到出家 这么高远的修行 那我讲到 我想要做好一个菩萨 我想要受持菩萨界 清净 无我 自利利他 行菩萨道 在菩萨界持不起来 很可惜 诸如此类的 有大的修行 一般的修行 各方面的这种善业 这些 我们统称白法 不容易成就 你要多持准提咒 应该现在要建道场 有的人像 我们这个澎湖 要建道场 这一建设 有的道场很顺利 就完工了 都没有什么障碍 人 鬼神 各方面障碍都没有 很顺利 诸天护佑 空行护法 加持 有人认识工程 很不顺利 要让这个工程 很顺利 大家要众志层层 汇聚一心 多持准提咒 大家累积 咒语的次数 集中意念来回向 把这个佛形事业 尽速圆满起来 这叫成就白法 再来聚戒 清净 速得菩提 要成就无上菩提道 你的戒律 常常有违犯 那是没有办法的 没错 前面讲 准提咒 没有持戒的 也能修 是能修 但修着修着 你慢慢的 那种不能持戒的那种心形 会转变 会变得俱戒 清净 人 无论人的世间法 初世间法 都是要求一个提升 超越 进步的 所以 就是说 很多人持戒 老是持不起来 多所为犯 戒相 不嫌熟 要灵 不分明 也迷迷糊糊的 老是在问 请问师兄 师弟这样有犯戒吗 你说这传戒的时候 这传戒法师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 你怎么没有记起来呢 师弟惭愧 惭愧没有关系啊 你不是有戒本可以读吗 师弟没戴 你没戴没关系啊 我这本给你看 来你翻一翻看 有没有犯戒 我翻不到 看不懂 有这样子 直接的 你要修这个戒律 速正菩提 修不起来 多持准提神咒 消业障 增福慧 让你的戒律 越来越清净 庄严 这个是 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性 准提陀罗尼经的记载 一 准提陀罗尼经所记载 如果 保护 没有善根的众生 持送 准提神咒 就能 升起 菩提份的根牙 决定 成就菩提 所以啊 你可以为自己 发愿 持准提神咒 求准提 佛母的加持 可以 增长自己的善根 智慧 也可以为你自己 想度化成全的人 家人 亲戚朋友 求开智慧 善根增长 同学 这要会求 有的人对佛法没兴趣 你看在网路上 乱七八糟的 又是血腥的 又是暴力的 又色情的 他一直看 一直看 他可以看个好几个小时 腰都不酸 屁股都不痛的 坐在那里 他只要点到佛教台 他就立刻又滑过去 他不看 没有善根 你也看得很伤心 这个人对你来说 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你多么希望他 得到佛法的功德 你就持准提咒 回向给他 求什么 求某某某 善根增长 早日学佛修行 要会求 所以 持这个咒语 能够升起 菩提分的根牙 决定成就菩提 持准提神咒的人 也可以 祈求 聪明 争论 胜利 我们这个生活上 常常有 大大小小争论的 圆境 对不对 有的争论是良性的 那难免也有不幸 必须要有恶性争论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在那边辩 在那边讲理 甚至大声 甚至对部公堂都有 国与国之间都有争论 是不是 讲不好的战争 都可能会发生 争论要能够胜利 要持准提咒 你等一下去谈一个事情 要能够胜利 要持准提咒 等一下去说服 人家一件事情 要能够成功 要持准提咒 你那讲话就有威德 人家听不进去 就听得进去 不但听得进去 还深入人心 多持准提咒 而且有夫妻的人 夫妻能够同心 和和敬爱 要修准提咒 你看这个 有的这个夫妻的表面是 表面好像看起来 是模仿夫妻 身体下根本不同心 吃饱没事就斗嘴吵架 有人就是想 他这个学佛一阵子 世俗观念还很重 哎呀 夫妻嘛 床头吵 床尾合 哪一对夫妻 不是这样磕磕碰碰的 哪一对没有这样 口角争端 才怪 你知道很多夫妻 就是这样 慢慢小吵大吵 星期一草 星期三草 星期五草 单日草 双日不草 结成仇 冤结深 变成仇怨 你晓得吗 而且吵着吵着 吵出大的过患出来 大的罪过出来 夫妻之间在吵架 很难听的话都讲 根据我们学佛的 夫妻之间 太太如果讨厌先生 什么事 把佛菩萨都讲几句 他说 哎呀 我这个死鬼老公 我们上师还说 他怎么怎么好 他根本没那个资格 他也配 做太太的 气他的先生 把上师 把佛菩萨怎么样的 对他先生的随喜 或者包扬 拿出来骂先生 好像是谢谢恨 出出气 对不对 口业重了 这叫元三宝 照业者重 这常常结缀都在地狱 很多都不晓得 所以夫妻之间 这样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擦枪走火的很多 这不要觉得 很清净的人 就可以随便这样吵 那都是众生 都要平等对待 所以修这个法门 夫妻可以敬爱 和和同心 也可以使他人敬爱 使人家来尊重你 敬爱你 护持你 这要弘法的 你看这法源要胜 多重要啊 人家不尊敬你 你讲的天花乱坠 人家在那里 只想打瞌睡 那也没用啊 所以要多持准提舟 你讲一个故事啊 讲的还这个 故事不连贯 还漏失了很多的剧情 结果人家还觉得 特别好听 铭记在心 有这样的功德力 是不是 求子嗜 就是想要求这个子嗜 求子嗜重不重要啊 很重要 不懂得用佛法 求子嗜的人呢 你看这民间有多少 你去这个宫庙 去找鬼神求子嗜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只要去找鬼神求的 大一点的神也好 小一点的神更不妙 你只要找鬼神求的子嗜 大部分都是原情在主来的 他从阴间给你配一个人来 他来了 倒是你原情在主讨债的 哎呀 这个太多的例子了 你以为你去求这个神 求这个鬼 给你求个小孩 你就找一个善缘的 报恩的 同心同德来传承你的志业的 甚至你学佛修训 他来给你传承佛法的 你以为这么简单啊 那得用佛法求 那就得用佛法才求得到 准体法门就是可以求儿女 善缘儿女求子嗜 你看这个龙书净土文的龙书居士 他不是讲啊 不念佛者 陌生无家 他修净土法门就念佛的嘛 他说你没有念佛的 不要生到我家来 你生到我家来就要念佛的意思 大家要同归极乐的意思 结果你看你乱求 找鬼神去求 求一个你不要说同归极乐了 他啃你一辈子老 让你劳心费力 没有晚年 你说没有晚年也好吗 至少有一个人送终啊 你可以有多少人 你生前拜一辈子的佛堂 等你往生了 你的小孩立刻把你处理掉 你看有多少 把你的置业给中断掉 这就冤亲在主 再来准体法门可以严命 前面讲延长寿命 也可以治病 也可以灭罪 求降雨 像现在瘟疫啊 消除疫情 治病 可以的 脱离拘禁 以及远离恶鬼 你这个不自由 常常被限制 或者被这个恶势力给控制的 被鬼神控制的 被这种可怕的团体控制的 你求准体菩萨 专持准体神咒 可以脱离拘禁 以及远离恶鬼恶贼之难 所有恶鬼恶贼的这些灾难 你可以远离 可以脱免出来 强盗啦 刀兵啦 这些问题 你可以脱免出来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珍惜这一次 普传准体咒修持法的因缘 大家认真修持准体法门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